尝诸体面 见义人间 以世人为子民 尝诸永违观神之神 现在有请西斯多 梁宝德 神父为我们分享几句话 中总组长 李主张 会长 院长 还有 宋弟姐妹们 大家平安 刚刚呢 比赛开始之前 有一个小状况 他们不见了 幸好这位估计帮我找到 但是我现在看不到自己写了什么 我记得当这个消息告诉大家的时候 梁宝德他要准备成为一个神父了 很多人第一句话都是跟我说 终于等到你了 听起来 听起来 喂 哎呦呦 就是要叫我讲短一点 这个终于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我谢谢你们每一位陪伴着我 这么有耐心的 这么充满爱的 陪我一起去走这条 等待天主最好时候的旅程 今天终于 今天终于 梁宝德神父在这里 谢谢你们每一位陪伴着我 谢谢你们每一位 我想呢 高斯高神父 九岁 风里面 送我给他的一句话 你当成为一个谦虚 坚强壮见的人 很多时候很多人跟我说 宝德 你太脆弱了 你太软弱了 什么事很容易就哭 哭什么 都刚刚大家都看到了 你要坚强 你要勇敢 是 我是一个软弱的人 我很容易跌倒 但是 有他 我跌倒多少次 他会再把我拉起来 我会再一次站起来 继续走 谢谢你们 陪伴着我 跌倒的时候 跟李宗一起 鼓励我 给我勇气 给我力量 去年 在同一个地方 当升职司的时候 中总主教讲那一句话 让我非常的深刻 他说 那个时候是职司的 ordination 但是他说 你看很多人都来了 啊 我以为是一个敬多的典礼 今天 你们又再一次来到这里 中总主教那个时候说 你们来 是因为 是因为 你们都爱我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 一些人 我怕等一会 我会关心 谢谢 李罗万 主教 他 我不知道他会来的 但是他在 那个messenger 都跟我说 我要参加 然后后来他也跟我 沟通了好几次 啊我又不要准备这个 又不要准备这个 所以谢谢 主教这么的关心这个事情 过去一年班 我当了职司 我也体验到 职司在礼仪当中 是一个非常美丽 非常重要的职务 今天我们这个典礼当中 也有一位 职司 他也是一个多月而已 还是一个 贝比 所以也谢谢你 嗯 我都继续为职司 祈祷 他们的回忆 我在台湾 差不多快六年的时间 这一段时间 我经历过很多 呃 低落的时候 特别是身心灵 遇到很大的冲击 呃 在台湾这个地方 首先 呃 要谢谢 台北团体的 员长 呃 非常的耐心 非常的用心 就陪伴我 帮我去看 我面对的困难挑战 还有 谢谢我们 团体里面 每一位 宋弟 你们都陪伴着我 一起去面对这些事情 除了自己受贿以外 这几年 我也得到很多不同 受贿的 呃 呃 呃 当然 这几年的神学培育 啊 在耶稣会的 呃 受贿的神学院里面 所以 今天也有很多耶稣会的 宋弟来到这边 有我的同学们 也有 陪伴着我 一起去 从灵受的方面 去陪伴着我的一些生长 所以 谢谢耶稣会的 每一位 宋弟 另外呢 圣母圣心爱子会的兄弟 我也要谢谢他 有一年 我去到他们的地方 他让我去他们的地方 一起去 服务远助你 我在他们身上 也体验到他们的活力 他们的 对 关怀的精神 所以 我要谢谢 杜神父 还有 还有 就是 对 啊 啊 对 还有就是 我也要谢谢 洛湾宋弟会的宋弟 这段时间 你们给我很多鼓励 也很 很 给大家去聆听我 所以 谢谢你们陪伴 有一些 不是没有 但是 时间的关系 我们没有办法全部 站出来 所以 请你们不要 建议 啊 还有 寿女们 寿女们 啊 我们的 五六会的寿女 耶稣少女会的寿女 中华传照 寿女会的寿女 还有 现在 正在看直播的 啊 在众力 学生 圣母营寿院的寿女 啊 谢谢你们 她们 我 进多地前 去做了一个逼迹 啊 她们 呃 为我这个敬多 做一个走日敬礼 所以我 非常的感谢 她们为我的祈祷 所以 谢谢你为 神父 寿女 受视 只是 你们 的陪伴 你们 对我的爱 啊 你可以看到今天 刚刚我穿那个季配的时候 的一位 呃 皮肤黑黑的 呃 一位来自菲律宾的神父 她是我初学的同学 呃 她特别从菲律宾坐飞机过来 呃 呃 我们很久没有见面了 呃 所以我很感动她 可以来到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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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哄 你 呃 你 呃 呃 todo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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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人都在这里 虽然我们有很多不同的路程 我相信我们都在一个美丽的爱上的祝福 所以谢谢大家 那些人都来到菲律 来到我的祝福 谢谢大家 谢谢 Thank you 最後 請也讓我濃許 謝謝最後三個我很需要 也很想去謝謝的人 第一個 他今天沒有來 只是我等一下說的三個他都不在 是 第一個 讓我知道 去尋找生命的意義的 因為 這一位 居翁 他在我讀中學的時候 他一直陪伴著我 陪伴著我去看我的生命 怎麼走 所以他現在在看直播 所以居翁 多謝你 第二位 這一位 他 他在我生命當中非常的重要 特別當我 我離開了教會 失去了信仰的時候 店主 派了他這位貼士 陪伴著我身邊 他一直陪伴著我 鼓勵著我 讓我找回我的信仰 也讓我找到我要 使用會的信仰 今天他人在外地 他也不能來 但是我還想借這個機會去謝謝他 第三個 要謝謝的 他不是一個人 是一群人 在2008年 有一個晚餐 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 這個晚餐 是在我家裡面發生 那個時候 只有我爸爸 我媽媽跟我 那一餐晚餐 非常的安靜 我一直低著頭 看著面前那一碗飯 一直 有一句話 要跟他們講 但是我找得出來 我想跟他們說 我要成為一本使用會會士 我要加入受惠 我還沒講這句話 我那一碗飯 就變成一碗粥 因為眼淚一直流 不敢講 但是我 長出來了 我跟爸爸媽媽說 我要加入持用會 我要成為一個持用會會士 空氣仍然的凝結 媽媽也哭了 但是 過了一段時間 媽媽跟我說 我 這條路 堅持有點尊重 你總住吧 我應該死 所以我要 多謝 爸爸 今天沒辦法來 所以 他也是在看直播 所以 我有機會 多謝 爸爸 媽媽 雖然我兩位哥哥 他們不是交友 我兩位哥哥 他們不是交友 但是他們一直都很 支持我 走這條生者的道路 所以 我謝謝我 爸爸媽媽 兩位哥哥 謝謝 謝謝 真的是最後了 剛剛會講的提醒 對 我沒有忘記 我最後要謝謝的 今年是我第十三年 祈禱會會士 我要再謝謝 這十三年 在不同的地方 陪伴我一起成長 陪伴我一起走 這條生肇道路的 謝謝 每一位年輕人 你們 在我生命中 非常的重要 謝謝你們 願意跟我一起去走 也謝謝你們 走這條路的時候 也扶持著我 去愛我 謝謝你們 每一位年輕人 謝謝 謝謝 好 所以最後請大家 為我祈禱 讓我可以真的謙遜 健常 壯健 未來 這條路 可能要很多困難挑戰 我可能會繼續跌倒 但是我也請你們 繼續把我扶起來 繼續把你的愛分享給我們 我們一起用愛 去走這一條 深得深造的道路 謝謝大家